传言他只要吐个口水 整个菲律宾都要地动山摇 他在任命期间疯狂懒财 中饱私囊100亿美元 加重黄金成墩 私人飞机多达29架 一碗豪炙500万 也无人感动他一根汗毛 虽然他亲手缔造了菲律宾的经济气息 但一生都难以摆脱 全球最贪婪的总统和屠夫这两个称呼 而这一位登上世界榜首的巨蛋 便是菲律宾的前总统 费迪南德·马克思 他究竟是如何登上台的 他到底有多贪婪 能使这个国家的经济几乎瘫痪 话说马克思家族发云于菲律宾西北边陲 西面紧邻南中国海的北伊罗格斯省 马克思家族的祖辈们 很早就开始以这里为大本营 涉足非政坛 虽然出生于政治世家 不过费迪南德 马克思从小的日子就并不好过 因为政治实在是个烧钱的游戏 父亲马里亚诺 马克思为了从政不惜一切代价 把家里的权全部拿出去收买选票 导致儿子上学时 常常应交不起学费而缺客 而且据说费迪南德·马克思的亲生父亲 并不是老马克思 而是一位叫费迪南德 蔡的华人 他与马克思的母亲何塞法 在菲律宾相连 何塞法还怀了孕 但是蔡的父母都很传统 要求蔡必须娶个福建人当老婆 蔡没办法便和何塞法分手了 但何塞法这时已经怀有身孕 为了保住两个家族的脸面 家族把他先送往马里纳 何塞法出于无奈 勉强同意嫁给了同班同学马里亚诺 可以想见的是 蔡家肯定付出了让马里亚诺满意的代价 生下儿子以后 何塞法取名叫费迪南德 一方面是为了效仿麦哲伦 也是费迪南德和西班牙国王 而最重要的是 蔡家那位少爷的名字 恰巧也叫费迪南德 而且这位蔡还是马克思的教父 青妈和塞法这一首玩得实在是柳 而且无论马克思的身父到底是谁 这两个人都对马克思后来的政治生涯 产生了莫大的帮助 复杂的生识背景 让小马克思从小就非常有眼力见识 而且他凭借惊人的记忆力 和超强的学习能力 屡次在学校中拔得头筹 18岁 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菲律宾大学法学院 还参加了菲律宾保安军的训练项目 对于手枪的使用非常娴熟 花了大量时间 终于成为了大学的手枪队里的神射手 大学即将毕业的时候 因为一件凶杀案 马克思被指控入狱 在狱中 他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 本来这十分优秀的他 还引起了当时总统的注意 无论真相如何 马克思最后都被释放出狱了 并且还以此为契机 走进了菲律宾的政治社会 在这场政治游戏里 崭露头角 眼看这就是铁打的光明坦度 但年轻的他 望了政坛之中 多是风气云涌的二鱼我诈 父亲马里亚诺 在竞选议员的时候 两度败给了对手 胡利奥 纳伦达桑 恼羞成怒之下 马里亚诺指控纳伦达桑 利用直权大肆敛财 二人之间争斗不休 恩怨不休 纳伦达桑还曾经派人 在大街上 抬着标扰马克思名字的棺材侍卫 因此纳伦达桑被刺杀 马克思成为了嫌疑员 后来日本袭击菲律宾 马克思毅然脱下了 自己的律师黑袍 加入了保家卫国的队伍之中 在战斗中 马克思的表现也是十分惊人的 他在战斗中发挥自己的机制 在战争中也曾经被日军俘虏过 但最终因为一些特殊原因 幸免于死 也凭着大学时期苦练的好枪法 一度成为菲律宾抗战领袖 战争结束后 菲律宾正式独立 他成为了菲律宾历史上 被授寻最多的战士 获得了32枚勋章 还被誉为抗战英雄 立下不是功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菲律宾正式独立 马克思出任了当时 菲律宾总统的秘书 之后在政坛一路顺风顺水 1949年还入选参议院议员 1954年 37岁的马克思遇见了被誉为 玛琳娜女神的菲律宾选美冠军 伊美尔达 在经过十一天的恋爱后 两人闪婚 成为人人羡慕的神仙眷侣 从此以后 马克思与伊美尔达配合完美 在政坛上一帆风顺 扶摇之上 俗话说 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伊美尔达身性好强 对权力和财富有着极大的热情 他秉届下给马克思 逐渐进入菲律宾的政治舞台 而伊美尔达的国民人气 由马克思的政坛生涯提供了助力 1965年 马克思参加总统大选 靠着自己的履历 功勋和伊美尔达的人气加持 他赢得了大选 登上了权力的巅峰 优道是 新冠上任三把火 当时的他是政坛新贵 也是军功赫赫的勇士 带着这些声望 他信心十足地 开始大力发展教育事业 起地明智 进行土地改革 发动绿色革命 让菲律宾农民 获得了很大收益 愁熟满志的他 还采取了一些诸如精简机构 整顿官场 打击腐败 打击走私的措施 也是因为他这些疏色的政绩 在1969年 从来没有一个人 能同时连任两届 菲律宾总统的马克思 成功连任了 巨大的胜利扑面扎来 让手握重拳的他开始膨胀 欲望也开始无限扩大 他沉浸在权与绿的深渊中 难以自拔 曾经那个两袖清风 一心未明的他 开始采取一系列 倒行逆施的措施 只为让自己 在总统的宝座上待得更久一点 权力的诱惑 让马克思逐渐迷失了自我 马克思开始任人为亲 培养自己的党派 菲律宾国家体系中的 关键性职位 都由他的亲朋好友担任 在马克思的严酷筒之下 当时的议会发挥不到实际作用 很多反对他的学生和政坛人士 都被关在监狱中 成为了一个专政独裁的暴君 容不得任何一生 其实从议员时期开始 马克思就有个外号 叫10%先生 所有经手项目 必须咽过八毛 留10% 当了总统后 10%逐渐公开化 制度化 以致菲律宾的任何事业 投资 生意 甚至财政支出 都必须给总统10% 否则就别想干事 再加上 当时管理制度的不严谨 作为最高统治者和政令的颁部者 费迪难得 马克思本人也没有抵挡住 贪腐的诱惑 1972年 贪恋权势的马克思 强行延长统治 宣布在菲律宾实行军管 从此他捞钱更加肆无忌惮 日本赔偿菲律宾的 5亿美元战争赔款 被他侵吞 世界银行的 十几亿美元贷款 被他转走 无论是国家的黄金储备 还是美国日本的对非援助 马克思会想方设法 将其装进自己的口袋 马克思的贪权腐败 令人发指 而他的妻子 伊美尔达在弄权方面的表现 更有过之而不及 他被马克思认名为 环保部长 马尼纳市长 后期更是被确立为接班人 伊美尔达在菲律宾 权势熏天 甚至很多人认为 他是马克思政权的 真正掌控者 当然 伊美尔达最著名的 还是他穷奢极欲的生活 他至少拥有5000条裙子 至于女人都爱的珠宝首饰 伊美尔达更是多不胜数 凡克亚宝 卡迪亚 宝格丽这些 只是最基本的收藏 据不完全统计 他拥有的珠宝首饰 超过了100公斤 在总统夫妇的表率下 菲律宾政府成为了一个大型分赃组织 至少有40%的政府支出 被各级冠军划分 马克思在位20年 本来没有外债的菲律宾 外债高达265亿美元 5500万菲律宾中 70%穷困潦倒 难于谋生 大批菲律宾女孩 不得不卖身求身 马克思就任总统前 仅拥有3万美元财产 到1986年倒台时 拥有财产 估计不下百亿美元 他在菲律宾 香港等多地都有豪宅 仅仅在菲律宾本土的房产 就有4500亩 其中中保私囊 将相当于菲律宾 三年财政收入的100亿美元 装入了自己的口袋 穷款遍布世界各大银行 用一枚尔达自己的话说 他们夫妻俩 实际控制着菲律宾的一切 电力 电信 航空 银行 啤酒 烟草 报纸出版业 电视台 航运 石油和采矿 旅馆和风景区 各行各业都有他们的因子 1989年 这对夫妻甚至被吉尼斯世界记录认证为 犯下了有史以来最大的道歉案 因为他们偷了一个国家 1983年8月 反对党领袖贝阿基诺 在马林拉机场遇死身亡 反对党认为 这场暗杀出自马克思总统之手 在民间掀起了政治抗议浪潮 陷入困境的马克思政府 决定于1986年2月7日 提前举行总统大选 在选举中 执政党采取舞弊手段 使马克思再次当选 对此反对党予以强烈谴责 并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人民力量运动 数百万人举行抗议示威活动 1986年2月22日 时任非国防部长恩里莱 和代理总参谋长拉莫斯 发动兵变 这场著名的二月革命 为马克思20年独裁统治 画上了句号 1986年2月25日 马克思携妻子匆匆逃离菲律宾时 他们的300个箱子 在夏威夷海关被扣留 去美国海关查点 300箱行李中有20箱装着刚出厂的菲律宾皮索 价值120万美元 还有满满15箱黄金 钻石 珠宝 钟表 还有大量珍贵艺术品 证券 房产地级 珠宝和票据价值近1000万美元 由此 针对马克思家族财产 旷日今年的调查开始了 推马克思财富数额 各种舆论 甚至历届菲律宾政府都说法不一 阿基诺政府认为 马克思的海外资产 大约100亿美元 此后数字不断增大 马克思敛财的故事也越传越奇 最近比较权威的说法是 马克思家族的资产可能高达610亿美元 马克思夫妇在逃亡后 定居在了美国夏威夷的火奴卢卢 他也曾想着换个国家 可其他国家没有一个愿意接受他们 菲律宾政府还表示 谁收留马克思就跟谁断交 马克思晚年身体不好 亦欣赏着能够落叶归根 但历代菲律宾政府都拒绝他回国 1989年 马克思在夏威夷去世 终年72岁 由于菲律宾政府不允许马克思遗体回国 故而伊梅尔达只好在夏威夷为王夫举办葬礼 直到206年 菲律宾政府在松口 同意马克思的遗体回国 并安葬起在英雄墓园内 流亡异国的马克思最终克死他乡 昔日魅力十足的伊梅尔达也年轻苦悉 本以为马克思家族烈火烹油 鲜花灼井之神 也将会逐渐隐没在历史的荒烟万草中 但伊梅尔达显然不甘心就此告别政治舞台 马克思病逝后 伊梅尔达被允许回到菲律宾 他并没有放弃对权势的贪恋 2010年 他当选为菲律宾众议员 还曾两次竞选总统之位 过都已失败告终 2018年 已经89岁高龄的伊梅尔达 因为违反反腐办法再次遭到习诉 经判决 罪名成立 被判主42年监禁 北伊罗格斯省乃至北吕宋 都是马克思家族的大本营 孩子邦邦马克思小马克思和女儿艾米马克思 也都走上了从政的道路 经过流亡之后 小马克思和母亲伊梅尔达一起回国 不久便在政坛崛起 曾多年担任北伊罗格斯省长之职 2007年第二次竞选众议员成功 还成功当选参议院席位 还在2006年宣布竞选副总统 而艾米马克思则安守家族大本营 成为了北伊罗格斯省省长 看到这里 可能很多人有疑问 马克思如此贪婪独裁 为何他的儿子还能够获得支持呢 实在是 菲律宾的领导一查不如一查 马克思虽然贪污 但也不遗余力发展国家经济 起码还维持住了国家的稳定和繁荣 菲律宾也没有大规模的军事组织和毒贩组织 当进入21世纪后 菲律宾人发现自己的生活 还不如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 自然就会开始大规模怀念马克思 怀念马克思时代 当然 这也与马克思家族不遗余力的大理洗白 费迪南德 马克思是分不开的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群力指游戏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